大家好 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見面了 跟大家 一開始我們講講回加州或者美國的訊息給大家聽聽 好 我講一點 加州這裡真是挺好的 我們有一些所謂加州的選手去東奧 這裡有時候冬天真的沒有下雪的 但是因為很多人都駕車的 駕車可能駕兩小時多一點 上到山上就有雪 有些人在那裡滑雪 又可以由近海 又可以由海上去活動 又有近沙漠 我見到有些人在家裡有些車 沙灘車 沙灘車那些 經常都駕駛到沙漠 後面拖著沙灘電車 所以有些人拖著船 所以這裡 尤其是加州我覺得 就是比較多之多彩一些 我自己覺得 我也認同 因為那時候在高速公路 見到很多 每逢那些長假 又或者星期六日前 星期五或者星期四 已經開始見到那些人駕駛旅行車 整間屋 自己可以住裡面那種旅遊車 旅行車 一家大小 後面吊著一個單車 又或者吊著一輛電單車那些 很開心 所以我以前 未來之前會覺得 為什麼美國那些人經常不出去外國遊覽 去玩 其實它裡面自己美國內部已經有很多東西玩 很多東西玩又不用排隊 因為它好像Sam剛剛說起 雪山 差兩小時的車程 在加州我們 洛杉機也好 產棍也好 兩個小時你去到很多不同的滑雪場 喜歡怎樣玩滑雪也可以 滑雪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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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很多娛樂 滑浪也可以 落到海邊 上兩個小時又去到很多OK的滑雪場 有些人講究一些 他們多開六個小時到七個小時 在洛杉磯 去到一些世界一級的滑雪場 很漂亮的珍雪 猶他州 又或者北加那邊 北加州那邊有很多滑雪場可以選擇 所以其實為什麼很多人會 很多人都說美國人經常不出去 經常不去其他國家 說他們老土 說他們落午 其實不是的 他們自己在裡面不知多享受 他們要不要跟別人去外國和你逼 哪裏是逼 有人多 大家以前我們住在香港都知道的 有個迪士尼的那些小孩子 一天就全天 只有排隊 不斷排隊 很自由自在的 我看到都是 但是你說迪士尼 你想想現在這裏 所謂冬天 我現在第一年在這裏 以前都是住不太久 但是這次真的整年了 到現在 你看到現在的天氣沒有夏天那麼熱 但是也是很熱的 下午的時候也有十幾度 我猜不到原來 洗兩小時就可以上山去滑雪 我覺得挺有趣的 挺自由自在 有些人真的 我看到後面你們說的 有一個卡車那些 就是拖著卡車 那些東西有得租 還有我見過滑雪場 是六七十歲都會滑雪的 美國他沒有分年紀 真的幾多歲都可以滑雪 他有分初級低級 就是他有初級中級高級 不同的一個雪場夠大 他有些是給初學者 全部初學者慢慢惹 聰明的就上高些 坐纜車上去 所以這個好處就是 不是說一定是一個年紀 我們以前聽滑雪以為全都是年輕人做的 其實不是的 什麼年紀都可以去試滑雪的 所以就 機會很多 在這邊 如果釣魚 釣魚在碼頭就不用領牌的 在其他地方就要領牌 但是他有淡 有些我們叫湖 我沒有去過 但是我聽很多人都說 有海 變成釣魚 又有很多活動 你說起釣魚 我有些朋友 就是中年 沒有釣過魚的 釣完之後就入了迷 一年前還沒有釣魚 現在一年後 有時候會很虔誠 有些會早上可能三四點出去 釣九個小時 就是租一艘船 甚至有些碼頭是可以買飛的 你拿了用具 買飛大家就上那艘船 好像幾十人 一艘船就出海 然後 他真的釣到五六條大魚回來的 當然你要給幾十元美金釣 其實是值回那個價錢的 因為他熟了之後 其實他都說運氣的 有時候很幸運 在你旁邊的人 可能釣了一百條魚 九條大魚 你不幸運 你站在旁邊 全日沒有東西想釣都試過 上一次去碼頭 魚就不多 但是我又很幸運 釣了一條八爪魚 嘩 這樣也好玩 但我放生 因為手掌這麼大 對 而且很漂亮 他有些藍色的眼下 有些藍色的眼下 有些叫金藍色的東西 我覺得很漂亮 不捨得殺他 那不錯 一條也不是很多 所以真的有時候 很多好的娛樂 以前沒有想過 現在覺得很多東西 以前是看電影才有的東西 其實自己都可以去到的 釣魚就可以滑雪 去海灘 坐下都開心 不只是釣魚 你可以做個網 即是那些網 他扔下海裡的蟹進去的那些 嘩 那幾個人 尤其是三文市那裡 那些叫什麼蟹 很好吃的 那些什麼石蟹 三文市有個蟹 我不知道叫什麼蟹 什麼stone crab 我不知道 我忘記了 還有那些運動店 有得買 全部的器材都可以買 運動店 對 香港就一邊跑步 武漢伯 香港地方一邊行山一邊跑步 但是運動店 有家叫Big Five的人買槍 有槍都可以買的 運動店 不過槍當然他們有時候是打獵 打獵 反正真的很好 我們香港有一個人過來 除了駕駛車之外 就是買槍了 就是買槍了 好像不行 拿不到槍牌 沒有身份證 拿不到槍牌 槍牌 有些槍 好像可以的 好像有些槍牌 這些簽證都可以 是啊 要考試 不過要考試 我們的朋友就好像不行了 是不是 不要跟他們說 我分享一下 我們在美國 想不到這麼大個人去讀書 反而拿到這麼多好處 第一就是報了一些網上課程 報完之後 可以拿到一個免費搭車的車證 搭到今年的十二月 然後就拿到一部電腦 那部電腦都可以的 都是給我想像中 如果是要買的都要三千多元左右 嘩 這樣就貴了 真的很貴 是啊 那部是DELL來的 走Window的 我以為是走什麼的 是Conebook來的 而且那個Hard disk是1TB的 嘩 很厲害 很大 那個RAM有8GB RAM 8GB RAM 嘩 猜都猜不到的 這麼好 現在我們已經在用著 在弄著 所以這麼大年紀的讀書 都有機會可以拿到學生的福利 還有一個上網 是啊 還有一個流動上網的HotSmart 那個上網都可以的 我現在反而 現在的電話不需要資料 靠它帶著到處走 可以上網 是送給你的嗎? 不是 那個是借給你的 但是不用你錢 它那個是流動的Wi-Fi來的 整個東西 好像電話卡那樣的 因為我學期讀到多久 它就看你多久才知道 但是電腦就送的 但是那個流動上網 就看你限期的 看你讀多久 如果你有另一個課程 它證明到 就可以再續給你的 那些福利多好 這個真心說 因為你上網都不便宜 這個上網不便宜 是啊 所以大家 如果有心來美國讀書 不論大小 都可以有這個機會 所以給各位資訊 那個是社區書院 社區 他們叫社區大學的 但是我們這些 這些就是沒有學分的課程 就可以讀的 如果有學分的課程 我們都挺貴的 收個學費大約是 它預計一個學期 就大約是港幣8千多塊 哇 港幣8千多塊不貴 不是 讀四個月而已 我知道 如果你說的 就不貴 對我來說是很貴的 因為它裡面的課程 除了你讀上課 還有它的設施之外 另外你有個醫療寶的學校 給你的 醫療寶 那個醫療寶就很便宜 所以如果大家有心讀的 可以都有機會的 因為那個課程 如果去 它就不會競爭這麼大的 只要你合乎那個入學標準 它有個測試 就可以給你報讀的 那就可以 如果大家有想夢想 想拿回學位那些 可以從這個方面慢慢上 還有這段好處 我覺得它完全沒有年紀限制 這個是真心話 是啊 沒錯 而且如果是住滿了加州 是一個居民一年 那它的學費就可能會便宜一些 就可能會跟他們 他們的本地人的學費一樣 那就差很遠了 那就大約是百多元而已 一個月啊 不是 一個學期 嘩 很不划的 是啊 因為其餘那些是政府津貼 真的很划的 香港補習寫都不行了 是啊 還有那個校園又很大 還有你又覺得會重返校園的心情 我們現在是直接回學校了嗎? 還沒到 但是我現在回那個學校 就是小一點的 我在讀三行 就是等於香港的建造業訓練中心那些 但是它廣泛一點的 它就是由水、電、起樓 還有整屋頂 還有木工那些全部都有齊 我讀五個月左右 好 這些真是好的行業 好行業 讀完之後 希望它有個證書 有個證書就可以入行他們的三行 那個三行入行 怎麼都不錯 我看到都有圍起上來 四千多元月薪 四千多元月薪 這麼厲害 是啊 都很高的 還有他們的上班時間都很早 我看到他們幾多鐘已經上班了 但是很早收工 三點多鐘收工 因為他們可能因為太曬了 所以他們越早開工就越早收工 他們這裡美國 尤其是洛杉磯也是 那些人很早上班 我平時我上班 都要五點鐘出門口 哇 很早 是啊 因為我車程和轉車要搭三個小時 你去到哪裡上班 現在我現在去到洛杉磯的下班 我現在去到洛杉磯的下班 哦 哇 下班是玩超級球球場 對呀 你覺得 是呀 你覺得 是呀 它有沒有看超級球球場 哦 它有沒有看超級球球場 有呀 我當日是 因為超級球球場那天特別多人買外賣 一直到處去拿貨 去到那些餐廳都在播出一部 是啊 很厲害 送到人家都在看 真的很厲害 每個人都在看 大人小孩 男女兒都在看 就是第一次看 我第一次約買人家去看 哦 是呀 看到你 我看到那個 好像有看到那個 是那個 Dennis他們 是啊 挺好的 他們一起吃東西 是啊 他們是吃盆菜 你說是不是搞笑 是啊 看到他們是鮑魚 你看這些大菜是吃VS 我們是吃盆菜 是啊 他們挺好的人 有些香港人在這裡 還有很多手足在這裡 不錯 盆菜是買到嗎 買到盆菜嗎 有 它訂了 預訂 它有些茶餐廳 然後就拿 港式餐廳 我不知道它吃哪間 原味居還是哪間 不是 不是 它那裡 不知道要在什麼 下次它又搞盆菜宴 我發覺真的很多 很多那些 不管是廣東人還是香港人 老實說這裏很多這些 港式餐廳都可能是廣東人開的 它未必一定是香港人開的 但是這些可以的 這些東西 至少 我們之前也吃過一次都可以 可以 是啊 沒問題 那Sam 你好像又回到新工了 是不是 那個就不是新工 那個是因為 我只是護理而已 上一次我覺得英文沒有那麼好 壓力比較大 變成我做了兩天幾天都沒有做 辭職 因為我想找回我以前那一行 給自己的機會找了一個幾月 找不到 找不到 其實有個華人那裏 我又去做個護理 但是那裏 我覺得很簡單 那些東西 因為有電腦幫忙 但是反而那間 機會都沒有給過我 那我又跟那個 外公公司說 我沒有工作 反而那間店 又叫我上班 就是我們做的那些叫診所 但是我去那裏 外公公司比較多 那他就叫我上班 我說有些事情搞嘛 下個禮拜上班 又等我十天 又肯等我 就是我覺得外公公司 就真的很好人 他上一次又要等我很久 因為我沒有工卡 就等到那個卡 那這次呢 等到我一會兒有工卡 有工卡我當然要找回自己的份工了 我那份工人工高很多嘛 那誰知道 我沒有大學畢業 那我變成不行 不行了 變成我又要做回這些 但是這些都不錯的 他的工夫雖然15元一個小時 但是他的福利是很好的 還有上班三天半而已 那我不做的 就是工時也一樣 他叫做時間也是一樣 和大家一樣 但是他濃縮了 那變成我也是三天半 還有有醫療福利 其實醫療福利是最好的 因為我們那些人 其實最好不要用白卡 免得拿了一些福利 做了事 如果有了那些公司福利 就會很多 所以現在這份壓力大 但是都要做 最多辛苦些少 希望做長些少 熟習了就壓力沒那麼大 那三天半即是每天要回十個小時 差不多要 他有兩天就八點至八點 然後回半天 然後星期日又要回九點至五點 四十個小時 好像是四十個小時 大家一樣 但是他濃縮了 是啊 你英文其實很好 你英文不錯的 不用擔心 給你的信心 不可以的 很快的 你連續做了一兩個月 你一切都可以的 不過我打算有唐人那些 OK 但是唐人是否找不到 那些人比我還差 有些做了很久 當然有些當然 但是有些所謂英文厲害的 那些ABC那些 雖然我不是讀了很久的 但是問題 我發覺他們連那些名詞 都沒有我 就是我認識 原來它全部都是靠電腦 那我更加 用電腦更加行 誰知道他就連機會都沒有給我 變成做到不久就做了 那些人抽血都不知道 怎麼摸那個默度 反而我認識 但是問題就是 始終不同 有些問題真的 這裏的工人 一定是看你有沒有讀過書 管理你什麼學校都好 最重要是在讀過 那些外國就是這樣 那些外國就是這樣 那些外國就是覺得 你有讀過他就OK的 但是唐人就不是 唐人就希望你再做久一點 有經驗嗎 要你兩年經驗 很煩惠 所以就有些不同 我覺得加州這裏有一樣東西挺好的 我以前上學 經常都見到那些小動物 那些肚子也有 那些肚子也有 肚子也有說過 肚子也有見過 肚子也有很多 但是最主要那些蜂鳥 有很多蜂鳥 很特別 有些鷹牛草 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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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 如果小孩子過來很開心 而且蟲鼠也有最多 蟲鼠也有很多 我晚上見過兩隻貓頭鷹在那裡飛 不是鷹 真的是貓頭鷹很大隻 剛才我沒有見過 蟲鷹也有很大隻 蟲鷹也有很大隻 是啊 所以這個小動物真的比較多 雀鳥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我看到蜂鳥很特別 它飛得好像那些 那些叫做什麼 直升機 那些無人駕駛機 是啊 很特別 很特別的 飛得這樣飛 很平衡的 這樣可以的 香港以前真的見不到 它拍的翼和保健座仔不同拍法的 顏色是沒有 像是駕駛機那些 喜歡高就高 低就低 這樣 無定香 反應就很快 很有趣 很有趣 一看到那些就開心了 因為很少見 是啊 但是去香港好像有很多東西 說到香港 我又有一個朋友 下個星期來他們去英國 又走一批 就是一個大家庭 連同老人家一起走 所以香港真是搞不掉 就是這次檢測很明顯 看到他們的水平 你猜不到 第三世界都好過香港 我總覺得 現在這樣搞成 整個香港市民受苦 現在每個人在這受苦 以前的參考 很多錢在這裡做測試 就是我們做護理的 我們就清楚一點點 你在這裡做些測試 做什麼測試 現在那個測試那個 就是我們叫做 測試就不是說不好 但是你沒有一個表象 沒有一個病 你就去測試 我們叫做很浪 你知不知道是不是很浪 是的 資源 你用那些資源用來 就是怎樣依人 怎樣去那個護理那裡 那個投資 人家中了之後 他怎樣去應付 用那個金錢 這樣用就好些 他可能都沒事 就算是什麼情況都好 你就算驗一次 你沒理由有 可能第幾天又再驗 是不停不停地驗 不過資源是這樣用 我們叫做很浪費一些東西 你有病徵的驗完之後 可能最重要就是你的醫療 後面那一部分 是比你前面那一部分 前面那一部分 你可能病一病 你已經去看醫生了 你不用一定要去測試 測試又貴 其實它內部肯定是 大陸我知道是貪污了 前陣子爆發的新聞說 六千多億一個人 就是那個地球賺六千多億 美國教授回大陸那個人 你香港也是這樣 美國教授回大陸去 就是賣那些產品給大陸 不是 他是怎樣 有一個人在美國的 就叫他過來 中國那裏幫忙搞這些 所謂醫療的東西 策劃的那些東西 爆出來 因為我之前香港也認識一個 就是美國教授 那時候是梁振英有段時間 是引入了很多美國的人 過來香港 香港在一個科學園 就是沙田那個科學園 馬祥附近那裏 是有責任在那裏做科學園 很多科研 又是花政府錢的 他們有沒有做到事情 老實說你之前有聽過 香港科學園有一件事是咖啡機 當年有兩個年輕人二十多歲 搞那部咖啡機 說人工智能的 在手機按完就衝出來 結果拿了很多錢 然後就初創 拿了很多錢 最後機器也沒有出來 然後不知道怎麼搞 走路還是什麼 他們自己在看世界 收了很多錢 機器也沒有出來 梁振英那時候 我這個教授就是 梁振英那時候搞出來的 他就在美國回來香港 然後就繼續搞科研 他就是有做一個檢測的 他之前 這宗武漢肺炎出來之前 他有在香港做肺炎的檢測 今次吃正他 我猜他也賺了不少錢 因為他買檢測的東西都不便宜 我聽他說 就是一支檢測的東西 反正他那時候說是幾百元的 如果政府這次無料期 政府現在不管是否都買的 理得他有沒有用 老實說我問一句 我清楚 大陸很多檢測那些 那些好像驗刃牌的東西 有些是驗來驗去都是陰性的 我聽過是有這件事 等於老實說當年 我們現在經歷這兩三年 全世界一起去檢疫 全世界一起經歷這件事 我們很多口罩出口外國的 大陸 其實很多裡面的報是普通報 他真的騙了很多人 我聽過很多人說過 很多東歐還是哪裡神經的醫院 N95或者大陸的KN95 那些報金本就沒有 就算他寫95 好像人只有六十幾到七十 就是那個隔開細菌的程度 真的很無良 老實說人家的命 全部都是醫護人員 然後他們又拿了這些次貨 又或者他們慣性 檢測那批口罩很漂亮的 寄給人家那些 因為老實說你寄過去 他不會抽查你的 老實說 他就是檢測你陽板那批東西 人家是外國相信你的 他真的覺得你那批 就是他檢測你一箱 然後寄一千箱過去 那一千箱全部都是偷款減料 其實那個民族雜性就是中共搞到整個 我們中國人都臭了整個命 真的 醫療那些 醫生什麼全部都是貪污都很厲害 我做不理的 那我上次在一個診所那裡有個病人 因為他要 我們叫做 怕自己有COVID 有一點點病症 我們來看 我們當然要做核酸檢查 他要求的 他很有趣的 又快速又慢速 我們有一些叫慢的 他都要想知道 但是我也做了也好 他還想做多一件事 就是看抗體那些 那醫生是黑人來的 是小女兒來的 但是做醫生很厲害 就好像土人那樣 那些頭髮紮到一塊塊一塊塊 但是我們叫做很有文化 那個病人就問 他當然不想來那麼多次 他一次過抽血試看抗體那些 那個醫生就說 你心急沒用 你看看你有沒有中招看你那些東西 然後你真的有什麼 我們才再跟你去第二磅 就是我解釋得很清楚 他不是要你的錢 心急沒用你的錢 那些抽血要用那些更貴 他不是這樣 他希望做到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是不是有中招先 做其他事情是沒有需要的意思 但是別人就是這樣 大陸就是你普通商鋒那樣 叫你拍廢片 照你X本又收你幾百 沒錯 好東西都要你驗血 你這樣賤 真的很賤 你又不知道 普通小市民老實說 你的醫生 你每個人都相信醫生 醫生說 我想你的肺要照一照 好像有些東西 那你又要花幾百 不是這麼多人有這麼多錢 但是你醫生一個東西 就是香港很多人 現在大家收聽的香港觀眾 你都明白很多人 大家經歷過那些苦科醫生 其實苦科醫生這幾年 我覺得我當然有好的有不好 很多人是恐嚇你說 你30多歲了 屬於高齡產婦 不如你要驗這個驗這個驗這個 其實很多人應該有共同那個 有一個感覺 就是香港也會 有些不好的醫生 是不是都叫你說 你有可能 有什麼 就是你那個小孩 可能有機會小腿麻痺 手指腳趾有問題 是不是都叫你做了很多 幾千幾千的項目 很慘 但是你聽醫生說話 你就相信他 老實說 醫生覺得你2%都是有機會的 所以為什麼香港那麼多醫生 都是星球人 一個星期賺一百萬 真的大有人在 大陸不用說 大陸更加有這些東西 大陸的同事說 有時候不看醫生 因為一看醫生 他叫你做很多事情 真的 釣鹽水 是不是都叫你釣鹽水 真的 是不是都釣你釣葡萄糖 是不是都是 我有經歷一次 就是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也是發燒感冒 很多年前 接著也是去一些醫院 算是OK的 叫華僑醫院 接著他釣針是一間房仔 全部人都是病人 大家在鬥咳 要吐的就要吐 每個人在等什麼 一間房間 坐在那裡 沒有床 大家坐在那裡 圍著釣針 釣葡萄糖水 我釣了 沒有一個小時 我撐不住 我叫護士 拔掉他 我不釣了 當年大家沒有戴口罩 大家在一間房間 不停在那裡 不停在吐 我寧願走 我不釣釣針 接著我真是 很快叫他脫下來 我就走 我放棄了 我給錢也不想釣 就是他們那些沒有概念 你病人圍在一起 就是現在大家明白了 現在多了戴口罩之後 病痛少了 全香港我估計 我聽說很多醫生收入少了很多 聽說一些司法醫生 沒有人看 因為真的戴口罩之後 大家都會安全了很多 大家都會 我講一些百幸事給你們聽 我幾天在家裡聽到一些聲音 我就不知道什麼 但是後來沒多久聽到 有一個人很吵 很吵 我就吵了一會兒 我上去看 我看到有一個 我相信是一個司機 他下車 在那裡很不開心 在那裡叫天叫地 我很吵 我才看一看 咦 相信他是碰到人 但是看不清楚 始終有點怨 但是他的聲音很吵 那我就發覺 因為我香港也見過 我見過 那些人碰到之後 他很冷靜 他反而不會像這個貴佬 叫天叫地 那些人碰到人 大家完全不一樣 那些人對生命 是很著重的 會 真的會 你明白嗎? 我聽到薄一聲我就不知道是撞到東西 或者什麼 是那個司機下車 走一段路 又前又後的 在那裡嘰嘰嘰嘰 不只是我 其他人都出來聽到 是那個司機在那裡 又說God 什麼什麼的 你想想他的道德 我就叫他高一點 你敢不敢說得到 大陸見過很多人 撞了車 人照坐在車裡面按手機的 是啊 大陸見過很多 我在北角那裡 有個車 春央街市 那個的士不知道做什麼 啪 撞了幾個人 那個司機在車裡 人們說他很震靜 我免得看 因為很慘 老人家都撞到 那簡直是兩馬子的事 你知道嗎 那個簡直是不怕的 你以為那車都是車 車路那裡嗎 不是車路來的 那個平 春央街市是平的 電車路那裡 電車路 不知道那個人踏了 我只聽到啪 這樣去 那個人的門都踏了 春央街市有很多人的嘛 電車路啊 不是車路來的 電車路 電車是中間的 電車路 是啊 很多人的 所以就撞到最少三個人 好像沒有死人了 不死就慘了 我記得春央街附近有一次不是斜坡一輛保護車 就是衝進去 撞死了一些路 那個人衝了街市 那個另外 那個真是死人了 那個真是 我叫做那個波濟 我看著他 那個很斜的 那個就沒有 那個司機死了 那個司機因為不想撞到車 很斜的 那裡 是啊 那裡慘了 那最後你這件事 真的撞到人了? 我都不敢敢看 看不到 那些警察 反而香港的警察就很快到的 不用兩分鐘啊 這樣去到的 但是這裡呢 我看差不多要5分 有多於近10分鐘才去到 它消防車也有來影是不是? 消防車 消防車到先了 反而是消防車到先了 消防很快啊 不知道 是啊 消防車反而到先了 消防車就很快 不知道將一些東西怎麼去 免得看 因為這些場面 我們遠遠看下去也不想看得太多這些 人家很傷感的東西 這件事我又記得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有一件事在大陸 我以前有同學足球隊的人 有一次他在學校裏面 他自己開電單車的時候 我忘記是給私家車 還是給私家車撞到的 接著我有些朋友見到 打了電話給我 說 我朋友這樣跟你的名字一樣 我朋友 今晚說他被車撞到的 然後我在宿舍 跑過去可能要5-6分鐘 我聽電話 穿鞋跑過去 可能遲遲有8分鐘 跑過去 他還在地上 接著圍了100多人去看他 沒有人去幫他 你猜不到一個民族 那些人就離譜了 我聽電話 朋友打給我 說看到我另外的朋友被人撞到 到我在宿舍跑過去 沒有踩單車 跑過去 一個人都沒有幫他 還在地上 我去到才去看他 甚至他的電單車漏油 我還記得 有些叔叔在旁邊還在吃煙 一個民族你去到 不會說了 你看見漏油還在旁邊吃 他不是吃西骨 不是吃花生 吃煙 我立刻叫停他 你走開一點 吃煙 很離譜的 一個民族 你猜不到 你去到一個 你都知道中國的 有些婆婆在地下 公爺在地下 真的失救就死了 沒有人理會他們的 唉 我看到香港 我怕這樣淪陷 香港遲早都是這樣 香港是這樣的 他們那些是不同的 因為你始終 譬如你扶起他 或者什麼事 事前試過 你扶起他 那個人反而說你 是擁掉他 反而法律亂來 就做法庭的人 沒有的 有些可能做軍人 有些可能退休 總之就是他們沒有什麼法律知識 大部份沒有 全部沒有 大部份沒有 所以他判的那些事 嚇死你 變成判了出來 那些人 如果你救他 那些人 隨時會嚇唬 嚇唬 大陸的事就是這樣的 你不死 你可能判的罪就更大 所以變成很多人不敢 有整個習慣 好像這次我們在外國見到 見到香港的老人家 真的躺在露天 天氣還冷的 他們真的躺在露天 有張照片你看到 大家是不是 一個兩個 阿公阿公 其實在家裡更好 被政府嚇到死 所以真的很怪 現在全世界都沒有人這樣做 香港政府在玩這些事情 你有些確診 我有朋友剛剛上星期確診 到他確診 知道自己確診 他已經康復了 他政府的檢測有用 檢測時略 檢測你家裡休息完 吃完必利桶都康復了 你這樣的輕微的病毒 你搞到整個香港 你很多餐廳那些死了很多餐廳 大家都知道 飲食業一死 你做樓面的 做廚師的 全部都沒有公開 你政府也不會付錢的 當然政府怎會賠錢呢 你真是搞死很多人了 我知道很多藍絲都後悔了 後悔都來不及 這些藍絲有時候說 現在很多很真正的苦 所以你真是攬炒了 最主要他經常嚇人 輕症有些沒有發病 你都要檢測一次 怎樣隔離 搞到那個我們叫做資源 就很少了 真的有病的時候 你變成幫不了那些人 很喜歡關照自己人 整個堂 我們叫做鎖管 真的好像黑社會那樣 喜歡激化自己人 因為上次2019年 就好像烏克蘭那樣 政府殺了很多人 我們叫做暗殺很多人 或者抓了很多人 其實我們2011差不多 不過就是差人去出手 例如公安那些 他們想著有些專門下來的 他們這樣也好 所以中央很喜歡他們 中央很喜歡他們 現在疫症又有藉口 三百多元一個小時 現在又說請三萬多至九萬 請一些高級一點的 你只是看別人 有沒有 我們叫隔離 請這麼多這麼貴的人 要請一千人 三萬至九萬 還要簽三個月 怎麼止三個月 三個月之後還有一些叫做 叫做什麼什麼花紅之類的 原來合約的那個花紅 算賣很厲害那筆錢 一千人 不是只有三個月的 三分鐘搞 一年有多的 他的錢是賭水那樣賭的 是啊 請很多人 這麼多人失業 其實很慘的 三萬多 你請這麼高級 就是搞隔離 就是搞群聚 不是吧 限聚令那些 根本真的是全世界 警察已經一筆了 然後大陸賺的 但是現在警察 想想怎樣 你這樣交稅就給這些人 死不死 是啊 死不死 其實全世界都知道 現在Omicron已經變成一種 我之前做過甲型流感比Omicron更辛苦 我保證一定是 甲型流感更辛苦 要吃那些特命福 甲型流感 那些流感比Omicron更厲害 以前我們香港流感每年都死很多人 其實流感都死幾百人 現在這個Omicron其實很多都是 死亡率沒有這麼高 是自己香港政府不知道搞什麼 要拆鞋 清零 要動態清零 要拆鞋 那他又要把一個在世界上 很出名的一個城市 一個地區 香港 搞成第三世界都沒有人搞成這樣 垃圾的那些管理 還要每個月拿幾十萬 那些副局長的垃圾 哎 好垃圾全部 現在那些民意又說什麼無人機 又被拋鞋 那些什麼好搞笑的 又什麼他們說又亂變字 剛剛相反又字變亂 亂七八糟 人家那些是小事發大 那些錢是亂用的 真的 而且很多人都說 高鐵空在那裡 拿高鐵運下來 又快 高鐵十幾分鐘 深圳下來了 你如果水路不行就高鐵 高鐵花了幾千億 那你不如拿來送菜 那大家就開心 如果拿高鐵送 現在什麼 中港車又不給過 拿海上去拿船送過來 其實那些就不是問題來的 你現在都沒有什麼 只不過就是可能 你的車去到那裡 就是另一個司機 就是將它拆回來 為什麼搞不複雜呢 這個政府就是完全全部廢人 我有些朋友在政府裏面做 其實當然啦 他們經常都說 政府裏面每個都是為鐵飯碗 但是你現在都說得出面了 真的搞得整個香港 很多人已經灰了 走了 他寧願走了 老實說 我之前有看到我們 Youtube的人留言說 我們有一兩個留言 他這樣說 我們常常慫恿一些人去外國 不要的 不要去外國 不行的 其實條路是自己選的 老實說 我們很多人去外國 我們自己捱窮 我們開心的那些人 最重要是開心的 我們去外國未必賺到很多錢 但是至少你不用每天在香港看著 這樣無能的 政府搞這麼多無能的那些政策 吃個飯 現在香港人都 我們叫做什麼時候吃飯都OK 他們也是吃個飯都不可能 夜晚了 夜晚那頓 香港你怎麼賺錢的 現在外資這樣走 所以那個五錢的機會 基本上沒有什麼的了 在美國好像我們那些 我們讀書少了 但是工種比較多 但是始終都是一樣東西 有後 我們叫做有子女 就是為了他們 其實我見到有些人 有一個很大的決定 就是兩年多三年前 有一個廣西的人 女士 他帶著兒子 兒子去了歐洲 很冷的地方 而他們那個女士 其實根本上是沒有什麼學識的 在大陸過去這樣照顧小孩 好像不知道在那裡做一些低級的事情 但是兒子就有書讀 聽完之後 我覺得 我在香港 我那時候還有一份工作 我沒有辭職 我們這麼好 我們去那些地方 我們更加有資格 他這麼窮 還要走這路走那裡 因為在大陸走出來不是簡單的 他很窮 他其實要經雲南那裡再去 然後再去歐洲 邊走邊做事 就是為了兒子 希望不可以在這個國家 又很可愛 我這麼想 所以我為什麼決定一定要走 去歐洲 好什麼英國好什麼地方都好 我就是因為那個女士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就一定要離開 所以大家想一想 尤其是有小孩的事情想一想 還有好像我們這樣交稅那些 你沒有理由被警察這樣罵你的稅 沒有理由被政府這樣原用你的稅 就是為了做一個測試 你用了多少錢 不停地供應 真的有貪污 真的有貪污 真的很離譜 去到 其實盡量想辦法 不用急 不是叫一個月要搞定 其實大家不用怕 這個港共政府 它不至於這麼有能力 什麼封關 不讓人出來 沒有可能的 真的沒有可能 所以大家不要急 慢慢存錢 一年兩年 還來得及出來 這個意思就是 不要中佬在這個垃圾的港共政府 真是垃圾 就是不要必要一輩子留在那裡 也不是叫你立即下個月走 但是你看多些 大家看多些 其實有人不是逼你們走的 就是條路自己選的 不是 我大半年前 也不是叫做 近一年 也不是叫人走的 那時候沒有那麼瘋 沒有那麼白癡 現在是熟的 現在是白癡的 你沒有理由給一個白癡的人 還有一個再來的 可能更白癡的 只會越來越白癡的 那你怎麼可能忍呢 大哥 你交稅了 就算真的沒有什麼 我們叫做經濟不好 你也要交稅 你知道嗎 不可能的 那你小孩長大了又要交稅 你想不明白 你以前從來沒聽過 那時候有個文建聯那個姓梁那個 說西灣河要蓋地鐵 爭取西灣河要蓋地鐵 那些事情都說得出 真的是一個什麼社會 站在地鐵站拍過照 西灣河地鐵站拍過照 真的愚蠢不能愚蠢 他好像是有錢的 他是有錢人 所以他就 沒錯 但是你靠這些有錢人 每個人住豪宅 養狗的人 他是那些內地有錢人 我猜都是 你靠這些人 怎麼搞香港 全部都離地 其實林鄭很多人有傻的 你當年買廁紙事件 應該是傻的 八達通又不用 他又不知道 他沒有賣廁紙 啊 蠢都無論 敢不貼地的人 去管一個 這麼繁榮的社會 怎麼管呢 你現在大家都看到 就是理得他 理不理 其實誰連任我們都沒有所謂 原來沒拿一月份就爆武漢肺炎 然後就 是啊 你們想一下 他大半個月前還很得策 又說搞得很好 又怎樣怎樣 自己搞的認證搞得很好 現在連中央都不喜歡他 本來可能是 習近平很喜歡他的 但是經過這幾個禮拜 又反轉了 要派一些廣州專家下來 現在他 讓他沒有那麼囂張 不過有些網友 在網上的人都笑的 其實大陸經常說 找一些專家下來 覺得他們很有經驗 香港每天爆幾千宗 有些網民都笑 你大陸不是沒有疫情的嗎 你大陸不是整個肺炎 武漢肺炎 我都沒有爆過疫情 為什麼你們是專家 你都沒有疫情 為什麼要派專家下來呢 其實大陸爆很多疫情 他們一直封鎖 這是真心話 你真的不說就沒有了 他不說 他不想告訴你 他爆多少疫情 他只不過有時候 死因他不寫 不寫COVID-19 死因就說他肺炎 說他心臟和衰竭 他寫完這些東西 以前孫立軍 現在被人抓了 那個人本來是來香港的 他很早以前就是在武漢 他早知道還帶人家 拿槍去殺人的 那時候 殺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一些短片 不過youtube沒有的 我忘記了那時候是誰 軍車 有些軍車 是啊 拿著AK的 有啊 掃射過的 掃射那些染病症的人 那時候 一部分人是被他射殺的 反正就是離譜的 所以為什麼香港的新聞封鎖 就是他為所欲為 他喜歡怎麼搞你就搞你 現在新聞封鎖了很可憐 是啊 封鎖白鞋那個女生 現在出了這個新聞 我就覺得很奇怪的 有時候的事情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會出到呢 我猜他們 就算很多這裡的內地人 他們現在在美國 他們自己出來 他們不回去 他們說明不回去 他們自己都說 今年那個二十大 是嗎 二十大 就是今年 大家都等看好戲 看這個人 看習近平有沒有機會連任 就是有機會 二十大之前 真的有些事情搞出來 搞大他 搞到他沒有 因為其實他連任 他永續的 嘛 但其實背後很多人要上位 很多人都想做 其實有機會 他看有什麼爆 白鞋第一單 肯定會更加爆出來 他們都想弄鬼他 所以內亂很厲害 內亂得很厲害 還要搞個香港這件事 還要現在香港什麼 有幾隻飛雞 那些一流一 酒店那些 笑死人 整個大哥都笑 你香港坐船去珠海 入境不用隔離 你全部都是 肯定有著海關 全部都有洞路 有什麼理由可以直接坐船去珠海 然後自己開私家車上去確診 所以就 整個中國腐敗 還是腐敗 我們都不想整個看著這個 老實說我們這時候就是中國人 就是中國人 我們樣子就是中國人 沒辦法 聽說我們鳳姐有些還去 名店裡買手袋 肯定啊 賺很多錢啊 他們 但是你確診啊 現在 其實不止兩個 我相信 全部都進去了 所以就 是啊 去到廣州 全部一回去就去名店了 一回到廣州 是啊 所以 所以就是 這些全部都是隱形那個 帶菌者來的嘛 到處走 總之就是整個地方都很腐敗 其實現在 你有沒有想過 我七姐七婆 你會不會練飲 我覺得她一定在收皮 我自己覺得她生皮 大陸有些城市 大陸有些城市 你都知道很假的 說自己確診百多人 整個市長就被人斬了 這個市長 就是所謂的確診百多人 其實可能放大一百倍左右 就被人斬了 這次你一個星期都幾萬人 樣子都不得了 哎 還要其實 說真的 現在日本都準備開關 不知道紐西蘭還是澳洲都開關了 開始 你沒得這樣封下去的 你搞死了那些市民 你們這幫高官 過月幾十萬當然沒事了 個個住豪宅的 你們這些小市民真是頂不住的 這些小餐廳 理實這樣大家都知道 香港 晚市最賺錢一定是 一定是最賺錢的 你現在晚市又不給別人 接著又要你打針又一揹 根本那支針很想說 很想跟賊婆說 這支針是對武漢肺炎的肺炎 你現在變種了 兩回事來的 你這支針根本沒有用的 尤其是科興那些 都要小心 都要小心 都不要看輕 但問題就是 你沒有病症的 你搞這麼多人 你捱中這樣 連現在老人家那些難到不難的 我相信都覺得有問題的 是的 還要不斷誤別人打針 打針其實 OK 打針大家自己選的 沒有所謂 但現在很多不打針 你連去商場都沒有 聽說不打針連餐廳都進不了 逐漸逐漸就不准的了 是的 如果那些護士 你不打針都知道 你拜到了 差不多不用上班了 因為要事已經這麼缺人手了 你還給他上班 是不是 想不明白那種反制 這些反制真的不知道搞什麼 所以是 不會說 沒有想 總之上面這樣 說到這樣 要做到這樣出來 所以不分曾國 曾國偉 不是曾國凡 曾國偉 他前陣子剛剛 是否說 將那個選舉 退後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剛剛說 退後到五月 剛剛說的 之前他就說千多人 他不說是小軟軟 他只是說人少 容易控制 那個 就要中低這樣說 現在兩個都轉手了 難道他留戀了 難道他留戀了 他自己的職位 難道 我自己覺得 真的 真的 我自己覺得 真的想被他搞下去 哦 先搞那個爛攤子 不是不是 就是給他 我自己覺得 繼續做下去 但是現在 這兩個星期 有這麼多反對 又出現這麼多問題 可能變了 有點生氣 你想想習近平這樣 親自說這些 對一個 我們叫低級的市長 都是 還要他負責的 叫做什麼 不知道 叫做什麼 全面負責 主體負責 這句說話 都是挺重的 哈哈 是啊 老實說 他這件事真的是 大陸 大陸都搞不定 不要說這裏 大陸都搞不定 這些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我不知道哪間 哪個外國說過的 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是吧 不可能 是呀 整個外國整個都是 所以你變成了 你現在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怎樣 檢測了Omicron回來 真的很多人 我這邊的朋友很多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什麼事 就檢測了 然後發燒 你想想你做完之後 你全民檢測又怎樣 看不到後面那一步 還有全民檢測最沒用的是 你七百五十萬人所謂 你七三個星期是不是 聽說三個星期 暫時就沒有講 那一星期 只是一個錯步 將會 將會做 你三個星期 你第一個星期完 是不是代表你第二個星期 一定不中 又不是的 沒用 之前我們好像是2020年 那時候沒有試過全香港 一百多萬去做了一個 全民檢測的 那時候 撿到幾個人 那時候都笑到死 你第一個星期檢測完 你第二天就中 都可能的 那你拖到一個月 上次好像三個星期拖到四個星期 到最後 勞運相財 真是勞運相財 真是勞運相財 還有大陸本身都搞不定 我看不到有什麼人搞得怎樣 還有怎樣搞定 真的封閉嗎 很多國家現在都是共存的 等於英國第一個出聲 說取消口罩令 將病菌共存 最初的人是笑他 現在都明白了 你很多生意做不行 整個經濟 整個經濟 你講經濟不是說有錢好 你平民百姓都要賺錢 你平民百姓都要賺錢 的確現在香港 可能我們在看我們說話的香港觀眾 肯定身邊有些朋友失業 一定有人失業 去到這麼離譜 即是現在連內重患都做不到 是啊 沒可能的 你連現在錯又貴了 什麼都貴了 但是我們人工沒有貴過 香港人 真的很慘 今天差不多了 不過在節目尾聲希望大家 各個手足也好 什麼都好都應該支持 NBA的球星坎達 坎達 他因為和香港和維吾爾族西藏 蒙古那些出聲 就給NBA 就不給他打 他不是炒了他嗎 不是炒他 他變成了自由球員 沒有人請他 是啊 是啊 沒有辦法他賺錢 是啊 現在希望大家如果有機會 可以支持他的產品 他的球衣 和他的球鞋 很厲害 這個很難得他肯說話 是啊 是啊 他說都不需要為少少錢 他就寧願放棄那些錢 所以大家都應該可以支持一下他 是啊 就算你去Instagram 說他加油什麼都好 至少給他知道 其實我們背後很多香港人 真的很多不像香港人 很多出來的中國人 都其實想支持 是啊 總之出來可以說話的地方 老實說 我們可以很自由地說話 這件事真是很基本的人權 我們下個星期還有其他話題 我們下個星期 今天多謝大家收看 收聽 多謝大家 今天我們有點長 不過多謝大家支持 有一次來 我們下個星期再繼續和大家聊 OK 拜拜 保重 平安保重 好 到時可以停了 我們下個星期 加入荣誉会员 和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守护十四亿中国人 获得真实